哈囉今天我們用至高的這個風力發電的一個模組 結合這個Arduino跟Scratch 來做這個科學實驗的一個數據的一個分析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至高的這個風力發電的模組 它呢其實呢是用到有三種不同的齒輪比 那這邊是由葉片帶這個小齒輪中齒輪大齒輪 那這邊呢去轉動的部分 然後就是小帶大中對中這個是1比1 然後大帶小不同的齒輪比 那去轉動這個直流馬達 那當這個直流馬達如果被轉動的話呢 就會產生電流 那這個電流呢在至高的一個套件裡頭呢 它其實是用到那個LED 那如果發電的越多的話 也就是電壓越高的話 那個LED的亮度會越亮 可是呢我們這裡呢我們就不用LED 而是把這個正負極呢發電的正負極引進來 還有這個感應器裡頭 那我們透過這個MOTO DUNO 那這個電壓的高低呢 我們就可以用Scratch來顯示出來 我們現在看到呢 現在電壓呢都是零啊 因為沒有轉動 那我們來給它葉片來轉動一下 我把這個畫面放大一點好了 現在都是零 那現在的一個比例啊 是1比1的一個比例啦 那我用手來轉動一下 好 只要有轉動呢 電壓開始就會有變化了 好 那因為速度不均勻的關係 所以跳得很很重 如果我讓速度開始快一點 那就會維持相對在一個比較高的一個電壓 好 那現在呢 是因為我們的轉速沒有很快 如果轉速高一點 當然那個會更高 好 那如果呢 我現在給它做一個調整 調什麼呢 調它的齒輪比 現在是1比1 那如果呢 我把這個齒輪把它移開 不要用這個來帶了 好 那 而是用小齒輪去帶大齒輪 大齒輪帶小齒輪 那這樣會有什麼結果呢 就是剛剛一樣的一個轉速 那底下的這個部分呢 這個轉速會變快 轉速會變快 看一下這樣的結果會怎樣 好 拉的直呢 會比較高 為什麼 因為我用大齒輪去帶小齒輪 它轉的一個速度變快了 發電機的轉的速度變快的話 它的電壓就會比較高 好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可以用在自然科的一個實驗上 把數據很清楚的可以描述出來 好 這個是呢 Motoduno Scratch 以及至高一個很好的一個應用 因為啊 現有的這個至高就有一個 鋒利的一個套件可以使用 所以啊 推薦給大家